是说刚刚是把那个产线人员工资之合 就是累加 可是如果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假设我的需求 是希望把它改一下 可能就是数量 数量怎么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其实跟刚刚这一题 有点蛮像的 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是产线开头的 那我就把这个数量 其实就加一就对了 有没有 有点像那个投票一样 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有没有 然后把那个总票数呢 把它输出到这边 那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我如果不用康义服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的话 当然一样 如果我要写另外一支程式的话 那我干脆拿这个来改好了 产线人员数量 那也许就一样是sub 然后sub的话后面 我就加两个字 要数量 OK 就 那一样呢 按enter 底下就会多一个enter sub 然后再来 所以你会发现 底下的程式大致上一样 所以我就拿这个上面来改算 所以就把它拿这个复制过来好了 OK 拿这个来改 那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 我们来看一下 OK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for i 等于二到十一 没错都一样 如果呢 前两个字的产线 也一样 也一样 差别最大的部分就在这里 sum这个东西 不特别注意哦 那个sum是个变数哦 那个不见得一定要叫sum这个名称哦 你可以改别的名字都可以 那他初始值里面没有东西 那也就像是刚刚我们累加日 第一次哦 丢什么东西给他 他就放 他就是什么形态了 比如丢个数字给他 那这个变数呢 里面就放数字的形态 OK 所以这一句哦 那个变数可硕性蛮大的 然后呢 VBA的好处是 这个变数哦 你不需要宣告 当然你要宣告也可以啦 可是哦 我的习惯是 能省 能免则免 因为你写成是写一堆 其实有时候反而 会看得很碍眼 那干脆不写算了 不写跟写都一样 那干脆不写算了 OK哦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主要这个地方 数量哦 我刚刚是累加 如果我现在是要加数量的话 你只需要什么 把这个地方上 后面的话 本来是累加 是把那个数字加起来 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 改这里就好了 改什么 对 加一就好了 有没有 也就是说 他预设没有嘛 当他 他如果是 第一个 二 四嘛 对吧 不是加 我是把他怎么 加一 加一之后 存在上里面 有没有 上里面本来 只要预设是零 好了 零加一 那不就是一 一放 他就一 对不对 一票 下一个 这个又一票 所以一再加一 变二了 这变二 三 四 五 六 有没有 那最后的话 我就把这个结果数量怎么样 把它丢到我要丢的这个除存格 那这个除存格的话呢 一样嘛 就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来 但现在是一二嘛 应该变F2 所以这个把它改一下 把那个蓝 本来是一二 改成F2 这样就大功告成 数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 这个程式还蛮万用的 所以执行一下 这样六就输出了 也就是其实 你会发现 很多程式 即便你有些 Excel里面的函数 你即便不会用 你其实用VBA很多地方 就可以帮你写完了 OK 不会也没关系 所以有些东西 你会讲说 那有没有那个函数 那不管 你不会也没关系 像有时候 甚至 我可能 假设我也不知道 有哪个函数 我干脆写VBA算了 那有时候就一劳永逸了 而且很多地方 像这种简单的事情 函数还可以升任 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部分 其实函数当然就没办法帮忙 那怎么办 你就写VBA就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产现 人员数量的这个计算 大概是这样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Sum把它加1就可以了 我把刚刚程式 一样贴到这里 关键的地方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把那个Sum加1 其实就OK了 其实我贴上去 是把它再格式化一下 因为Google上面有个外挂 蛮好用的 把这个Sum加1 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其实这边输出的Range 本来是E2 把它改成F2 就带来这地方 OK 好 那这个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009比较难 011比较简单 也许你打开这个 这个相对是简单 而且甚至城市都可以直接拿来用 像这个是什么 苗栗和宜兰 那地区的话呢 它有这么多县市 那其实跟刚刚那一题还蛮像的 开头两个字就对了 所以其实 这地方的话 把后面的人数加在这里来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 其实一样用什么 最近使用过用Sumif Range的话呢 指的就是人数 所以地区一定是这个范围 然后Criteria的话呢 就是什么 苗栗和宜兰 那你想说Criteria能不能放两个条件呢 当然我们很希望说 它可以有支援什么 支援那个像偶尔这个函数 偶尔里面可以放苗栗 就是苗栗 豆点宜兰 可后来发现它不支援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 那怎么办 也没关系 如果它不支援 那变成怎么样 你要做两次 麻烦一点 但其实还是可以做出来 所以我们一样 这边的话把它改成苗栗 那后面的话就 当然我们有几个 一个是用星号一个 那一个是1234 四个问号 我好像这样好像感觉 比较没有那么聪明 这样比较聪明 所以星号 OK 然后面的话SumRange 我们就是把职工人数加起来 按个确定 那苗栗OK了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宜兰 宜兰怎么做 把这个 复制 这样弄个加号 再做一次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宜兰就可以了 OK 一样是万用资源 宜兰 打个勾 42个 OK 当然 这个有点麻烦 以后如果说要抓的更多个条件的话 哇 那你会发现三米符 还是不怎么方便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 一样 那 改写一下 VBA 那 该怎么做 OK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改VBA的话 甚至 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拿来 直接修改 当范本就好了 还有一点 请特别注意 你在 因为不同的 档案 会有不同的模组 你不能说直接写在这边 你记得一定要写在他们自己里面 不然的话你将来 那个程式会存到别的档案里面去 就将来 之前有同学说老师 为什么我之前有写 明明可以执行 那为什么我下一次打开就不见了 因为你存到别的档案 所以记得 程式记在这边插入一个模组 在这边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主要第一个 先写那个007的那个延伸的这个练习 延伸的VBA 就是产现人员的数量 如果我今天要数量的话 记得改一个地方 不是加总 而是加一就可以了 那么 好 好 好